有人出200万现金买你的账号 你买没买 这是几天前一个机构找到我 非常真挚的给我开出来的条件 后来还在一直追着我问 可能你觉得我在胡说八道 毕竟现在很多人说自媒体不好做了 我的账号的粉丝量 也不像别人一样几百上千万的 那凭什么能赚那么多钱 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希望给我200万现金 让我跟他独家签约 后面他会帮我做策划 做交付 包括跟进啊团队啊 他都会帮我管 所有的利润我们五五分 那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有自己的培训和孵化项目 一年收益的50% 都远远不止这200万 当然我也不会卖 因为我们的模式 如果换成其他人操盘 也根本做不到当下 肯定有人说 现在很多几百万粉丝的博主 都在说不好赚钱了 我太难了 为什么我十几万粉丝还敢这么说 说实话做网红这件事 真的是我过去30年里 做出来的最正确的决定 今天来聊一聊个体经济趋势 我们自身的变现逻辑 还有当下如果你想要赚钱 到底要怎么做 建筑结论 无论是有产品 有技能的老板 还是普通的上班族 你都要尝试去做网红 你一听到网红这个词 第一反应是不是 哎呀太丢人了 我也不缺这点钱 算了吧没时间 听懂掌声 现在大家都把做网红这件事 想的太狭隘了 网红这个词 这年头是包罗万象 你表演一个电钻吃玉米 胸口碎大石 跳舞擦边叫网红 你分享法律知识 带大家探索宇宙 这也叫网红 网红的本质就是内容传播者 大家都在做内容 只是大家传播的东西不一样 不能一概而论 我问你啊 小米的营销靠谁 雷军就是一个超级大网红 他一开始出圈 就是十年前的 Are you ok 有个很有意思的事 无论像雷军 余敏红 董明珠 这些大佬们呢 全都出来当网红 我们成天也看到很多草根 赚到盆满钵满 甚至改变人生 但是到了自己的时候 各种矫介恐吼 钱丢人 那你的面子是比军哥还要大呀 现在大家都在抱怨说不好赚钱了 但实际上又放下身段 这年头谁先把面子放下 谁就是真正的王者 现在对普通人的巨大红利 就是个体网红经济 这也是上班族摆脱困境 老板摆脱利润困局 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了 我们先说四个 很多人都对网红有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 是不是只有大博主才能赚到钱 这下我们再也不推荐 大家去做涨粉 去做个大号 因为你现在去做一个超级网红 很难也没必要 现在赚钱最多的方式 是你找到一小群 喜欢你的人就行了 凯文凯利曾经说过 只要你找到一千个 愿意为你付费的铁杆粉丝 你就吃穿不愁了 我们也做出来过好多个几千粉丝 变现几十甚至上百万的案例 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误区 就是你在线上 你到底是想要做网红 还是做生意 做网红就是你去吸引一些流量 涨粉 然后接广告 但你现在如果从零开始这么干 你会完蛋的非常彻底 因为网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的 就算你想要擦边 也得有人愿意看你擦边对吧 但这不妨碍 所有人都可以在线上做生意 在线上赚钱 我们也是教你怎么在线上做生意的 其实在网上吸引流量 做账号变现 跟我们在现实里面 吸引注意力赚钱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我问你 你如果走在街上 想要吸引到流量 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答案是 你就找个人揍一顿 或者你找个电线杆子 在他旁边开始跳舞 我不是在胡说八道 那这个时候 就是有很多人会来围观 这个跟你做个账号的原理是一样的 你去做个跳舞的账号 我眼球打架的账号 大家就来围观了 你这个时候就会有流量 说不定还会涨粉 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账号 如果是你 你会为这种账号付费吗 甚至说再直白一点 你看完这场打架以后 你还记得这两个人是谁吗 但如果在这个打架的人旁边 开了一家珠宝店 就算这个珠宝店 只有几个人在逛 几个人在试 你觉得这个没几个人逛的珠宝店 和这一群人围观的打架的两个人 哪个更赚钱 所以我们现在在线上做生意 赚钱的本质 就是要去吸引到那些 愿意为你付费的人 你把你的流量 搭配上了合适的产品 你就能赚很多钱 而且这种产品 你是可以随意去定价的 你也不一定非得卖实体产品 你卖课程或者服务都可以 举个例子吧 假设你现在是一个 做医美的老板 初期玩法 就是你去做一些效果图之类的 从线上往你的这个线下店铺引流 这样你能找到一些客户 每个月的收入呢 多个几万块钱 终极玩法 你去拍你店的视频 拍你自己个人的视频 帮你找到加盟商 让你的这个品牌快速的裂变 我们有个客户呢 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一年时间多了四十多家挂牌门店 这些门店看似都是用的同一个招牌 但其实都是加盟商 它作为一个线上的账号 让想要入行的人 相信他们有技术 交很少的一部分钱和技术加盟费 就提供挂牌 你现在也是美名其约 好几十家门店 对吧 有了这个以后呢 后面就比较好操作 无论你是找融资 还是吸引客户 都是更简单 因为你的品牌已经打出去了嘛 更高阶的王者玩法 就是当你去做好一个 美业相关的账号 无论是你店的账号 还是你个人的账号 你去教其他的美业老板 怎么做线上 这种线下的门店培训 其实非常贵 几天时间就几万到十几万不等 你不用反驳我生跟我刚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商家 就是这么玩的 实现十几倍的利润增长 几乎所有的行业方向 都可以这么操作 我之前知识付费的 这个视频里也说过 你最重要的是 找到小白玩家 给他们指路 就算现在 你只是做一个 外发电的账号 但当你做出来以后 你可以去教大家 怎么做博主啊 可以说 当你成为一个 你这个领域的网红 你就有无限可能 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吧 你现在是一个英语老师 我问你 你怎么卖出去 你一万块钱一份的西教课 我相信大部分人呢 会觉得毫无头绪 但我们去年 也帮助了上百名老师 完成了这个闭环啊 你想一下 你在线下 你为什么去报一个英语课 就拿雅思来说吧 你首先认准一个机构品牌 像什么新东方 新韩道之类的 然后你再跟销售去谈 说不定你还得试听一节课 你才会报名 这对于一个 个体的老师来讲 是不可能的 所以之前 无论你再专业 再有才华 有技术 你都得是背靠着一个机构的 但现在你可以吸引到 自己的粉丝 只要你去做 你自己的账号 你去持续不断地 发雅思相关的内容 那关注你的人 全是需要 要学雅思的潜在于客户 只要他要学 他就会持续地关注你 当然这个路径 不是一两步就能做好 极其简单 但我们去年 交付了一千多名学员 自己也拿到了结果 总结出来了一套 成熟的成交SOP 如果你对于 怎么成交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弹幕里面扣个一 人多的话 我后面单独出一篇视频来讲解 所以你说 你这样的话 能找不到用户吗 这个时候 大家是因为感觉到你专业 为了你这个人来付费 就算你只是一个个体 也能在网上做起来生意 本来你在线下 谈好几个小时 才能建立起来的信任感 在线上 你用几十个视频 可以解决掉大半 这是无数老板 梦寐以求的 自动成交工具 我们再说一下 开头提到的 对方为什么愿意 花200万 买下我们的账号 因为我们十几万粉丝 关注我们的 基本上都是 对自己有要求 也愿意付出时间精力 进步学习 想要赚钱创业的人 而我们做的是 线上赚钱赋能 所以这也意味着 十几万的潜在客户 那如果你是为了 黑我骂我才关注我的话 如果你是因为 想黑我骂我才关注我 那我也谢谢你的支持 帮我拉拉数据 我们有很多的学员和客户 都是高学历高认知 我前段时间 跟我们运营老师 讨论了一下 就说其实我们自身的内容 做的就是有门槛的 我们攒了很多干货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认知 是看不懂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懂行的人 愿意高价入股我的账号 但我不会卖 因为一个IP 如果缺乏创始人的心力 那差异化就不明显了 会越做越差 第三个关于做网红的误区 就是如果就自己一个人 没有团队 是不是就很难做起来了 我还是先跟大家说结论 做个人IP 没有人能通过招聘团队来解决 我见过很多财大气粗的老板 花了几十万来组建团队 剪辑脚本功力一流 哗哗哗投流 但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内容 人设缺乏差异化 就算一开始起号的时候 火了那么几天 很快就变成僵尸号 被淘汰了 所以无论你现在 在你的领域有多厉害 做个人IP 一定是要你自己下场摸索的 因为没有人比你自己 更了解你的优劣事 那当然如果你是明星 是马云 刘强东 命当别论 但另外一方面 很多有背景的人 不愿意去钻研 所以只要你愿意去琢磨 这就是你的机会 大部分博主从零到一的时候 都是自己搞定了文案选题 这个时候不是说 需要一个团队帮你运营 你需要的是指导 后面做大了以后 才有了团队 好多人说 自己尝试过 但做了好几个月 没有做起来 所以就是这个行业不行 根本不是行业的问题 也是你自己的方式方法不对 你就算是自己一个人 只要方法对了 是绝对能不能完成旗号的 关于做网红的第四个误区 自己是不是非得很drama才行 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过 你现在做账号 你必须要去露脸 做口播 做直播 或者说你必须很会 调动气氛 这样很多爱人呢 感觉非常的尴尬 但自媒体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有千万条出路 你可以做图文 去做服务商 变相路径多的是 长长时间我看了个视频 感觉很有道理啊 就说当下世界 已经被短视频和直播格式化了 所有的商业 都正式进军到网红个体经济 这个事情的本质是去中心化 就像以前的资源 话语权 都掌握在大公司和各种主要的媒体手里 所以我们想让别人知道个什么事 就得去登报纸啊 找广告啊 反正拼命查钱 以前王诈品牌怎么做 就去投那个央视的标王 几千万甚至上亿 去竞标一个央视的看见广告 就是因为大家的注意力 全都在这些主要媒体身上啊 但现在话语权 掌握在每个人的手里 只要你会做内容 你就能出圈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来说 现在都在说 你不误背 就没流量赚不到钱了 这流量成本 你们不算吗 说实话 你说这话 只能说明你开菜 我们自己的账号 十万粉丝之前 从来没投过流 全靠自然流 变现就已经好几百个了 因为自然流是最精准的 我承认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当网红呢 它不是一个职业 而是你参加的另外一场考试 每天有千万条视频 上传到平台上 而你要跟他们竞争 但以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很多成功客户的案例来看 只要你策划得当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我之前的视频也都讲过 怎么样运营哈 感兴趣的话赶紧你去复习 之所以难 但还要去做 是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件 能够帮你穿越周期 在当下实现财务自由 实现自由最有效的方式 毕竟这个时候 你的价值完完全全是 以你值多少来定的 你就像你在上班的时候 你值多少钱 是老板定的 就算你认为 以我的能力 我一个月应该拿五万 你老板不同意 你还是拿不到 就算你跟别人做的是 同样的行业 你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公司 收入都不一样 甚至可能会出现 你跟别人的能力差不多 但就因为你的第一份工作 起心低 去的场不够大 作为窍门专的学校 不够好 收入就天差地别 甚至现在很多人 就算是讨厌 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 但又不得不待在这个地方 因为离开这个地方 无论是回到老家 还是去其他城市 机会都不够好 但是线上呢 是一个完全公平透明的平台 你的价值是完全由你自己决定的 你如果有你自己的产品和技能 线上就是一个放大镜 你如果没有 线上就是一个帮你增加影响力的杠杆 成为一个创作者呢 其实带给了我非常多 我之前呢 也就是算一个能赚点小钱的个体户 那我现在扩大了团队 不断自己实现了千万级别的零收 而且还链接到了更多优秀的人 一起做项目 其实新媒体行业主打的就是增加传播 无论是航空航天的专家 还是街头卖报纸的小贩 他们都需要去传播他们的知识 产品理念 只是之前的专家呢 只能通过写书 在报纸上刊登文章 小贩呢 只能在街头叫卖 现在大家都有了更好的传播途径 新媒体 我们一直在说一句话啊 叫所有行业都可以用新媒体再做一遍 就像以前有人在街头卖艺 现在可以在视频里表演胸口碎大石 以前大家在街头叫卖 现在可以做直播带货 同样的 以前我们开培训机构 也是现在的知识付费 所以没必要成天说什么 当网红太掉价 知识付费是割韭菜 因为如果你自己不行 不去努力 去了再好的学校也没用 我想想有无数人买了健身年卡 从来都不去 买了舞蹈课没出现过几次 自己没拿到结果 结果骂割韭菜 会想问你这是割韭菜吗 不要把自己的无能和假装努力 跪斜到社会或者说某个行业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新媒体变现的形式 都是某个传统行业的进化 需求还是一样的 只是大家的购买方式 传播方式不一样了 干的事情还是一样的 只是传播的渠道不一样了而已 你成为网红只是一个手段 最重要的是你要跟大家去展示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提供什么 对别人有什么价值 这样才能吸引别人主动靠近你 网红这个词从十年前开始 就已经被慢慢重新定义了 很多人问我 那你讲这么多不就是为了卖课吗 不是哈 我们是做陪跑的 之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你要是卖课呢 就是丢给你一套课程 让你自己误 但是陪跑是完全陪伴你 从零到一帮你打通所有的卡点 而且现在我们做的生意 也是挺多元化的 我们做了很多新项目 链接了很多资源 也找到了很多跟我们同频的人 这都来源于两年前 我从幕后走到台前 自己去操盘自己的IP 开始输出内容 我们一个人的力量都是很有限的 有很多人因为这个 觉得很绝望 很无助 没出路 但也是因为我们是个个体嘛 也可以随着时代的趋势随波逐流啊 我们最重要的是做好积累 然后找到这个时代的台风口 而个体网红经济呢 也绝对是所有普通人类的机会 你可能很迷茫 觉得自己的才能被埋没了 或者明明有很多的想法 但不知道怎么去实现 那你或多或少 都可以去借助网红的力量 在这里呢 也分享一个我的经历和感悟吧 现在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个热搜 叫一生赶时间的东亚人 我很喜欢泰国去过好多次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所有自由职业者的后花园 我第一次去是在十年前 当时就遇到了很多远程办公的人 他们有人就是网上教课 做自媒体 或者分享旅游 边旅行边工作 不缺钱 时间自由 那个时候呢 我刚二十出头 认知就被打破了 就说居然世界上 还有人是这个样子活的 好像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开始 我们一生就被规定了 你什么时候上大学 什么时候工作 什么时候娶妻生子 但仔细地想一想 这又是谁的规定呢 只是我们从小的圈子 周围的人给我们的洗脑而已 你觉得你的生活不好 其实只是你自己没走出去 你觉得害怕去尝试其他的 这也很正常 但你害怕绝对不是说 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有多可怕 只是因为你不熟悉 而我们每个人都对于未知的东西 感到害怕 还有就是害怕失败 但其实就跟学车一样 只要你接受正确的指导 你会发现也就那样 而且越来越简单 甚至变成了一种本能 世界上肯定有那么一群人 过着你想要的生活 而且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 不用拿什么啊 你看他们都更有钱 更有资源 麻痹自己 也有无数人是没有背景 没有资源 纯靠自己 努力成就的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而且论起家庆的话 在座的大部分人 应该都比我好 但我现在也财务自由 时间自由 这就是去抓入风口 用几年时间 去赚够一辈子的钱 你去为你自己工作 你的努力 都是能看到回报的 最近有个热点 就说雷军的人生是爽文 但是他两年时间 读完读五大课程的背后 是他每天早上七点钟 去站坐 一直晚自习到晚上十点 做小米的初期 都找不到供应商 他也经历过项目 说黄就黄 之前他做的那个米聊 我个人感觉 是比微信要好用的 但也早就关停了 凡客成品 如风快递 都是当时的风口 但后来也双黄就黄了 只是说他一直都咬着牙 坚持下来了 大家都只听到了爽文的那面 但其实都是摸他滚打出来的 你去勇敢尝试一次 说明最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可以逃脱从小环境 给到你的POA 希望大家今年 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有一点点启发 别忘了点赞 如果你对做自媒体 做个人IP感兴趣的话 那欢迎添加我们的公众号 领取我们的独家见面礼 也可以添加我们首页的联系方式 我这个频道是专门赋能 个底和商家 通过线上的模式 创业 做副业 实现对人增赏的 如果你也对于赚钱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关注我 给我一个三连 这样你不光不会错过 我们后续有价值的内容 而且大数据会检测到 后续也会给你推送 有价值的内容 这样你就可以从认知上 慢慢的超过别人了 好 那我们先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来围观我们的朋友圈 下一见啦 拜拜